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古斯社区手 古斯社区手是五颜丝发展到成熟的一个标志 为什么要叫古斯社区手呢 大家看看屏幕上面 这古斯社区手加上书名号 它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词 古斯社区手的名称和时代 我要解释一下 古斯社区手 为什么叫古斯社区手呢 在小统招命太子的小统的文选里面 他就完整地说了古斯社区手 刚刚说社区手 因为作者的姓名失传了 时代不能够确定 因此文选的编者呢 题为古斯 古斯 一共社区手 关于古斯社区手的作者和时代 历来有许多推测 从他的内容 风格 技巧 推断 他不能产生于西汉 他不能产生于西汉 而是东汉末年 下层的生意的知识分子的作品 古斯社区手的大概时间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 就是最早大概当在圣地的末年 最晚也在先帝以前 古斯社区手 现在具体的作者已经不可考了 也不是一个人写作的 那么他反映的思想内容 今天我们看起来就比较复杂 复杂 他里面有写日中似幻的 比方说 今日良宴会 有写游子师父的 如行醒重行行 有些人生无常 皆是行乐的 如驱车上东门 有些朋友交情淡薄的 如明月 角夜光 等等 这个社区手思想感情表达的比较复杂 比较充分 古斯社区手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对人生意识 人生无常的一种感慨 我们大家知道 东汉末年和金安时期 那个时候的人 大概是一个战乱 一个温月 使人们产生了对一种生命的 终极的一种恐惧 每个人都怕死 是不是 怕死 死亡怎么样 死亡怕死 大家担心 这个生命行将就说 你今天去看看金安妻子 金安妻子当中 四五个作家 他就是 一下子童年死掉 他死掉就是死于温月 母亲死于温月 曹操把这三万大军打到车壁的时候 要渡长江的时候 我们今天三国演义里写的活龙活泄 什么 草城戒戒 戒东风 什么什么 写的是诸葛亮 周瑜 联手 什么样打 实际上 车壁大战有没有 我们今天都很难说 说不定就是车壁小战 因为曹操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面讲到了 他讲到里面的内容 特录出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 我的部队在渡江的时候碰到了温月 温月 我们今天好多多种理解 加干流行也是温月 杀死也是温月 是不是 这个前段时间又有一种什么病啊 这种流行起来 你几十万部队里面流行起来不得了的 北方的部队到南方有时候是不适应的 北方人到了南方有时候不适应 因为南方的气候太潮湿 潮湿 我们这些人喜欢这个潮湿的气候 喜欢这种温和的气候 但是很多人不是那么喜欢的 不是那么喜欢的 尤其我想北方的朋友到了杭州的时候 天天下雨 吓得我心烦 我们杭州人说像我到了西北 我到敦煌去的时候 第一天就流鼻血 太干燥了 对不对 不一样的 我们到什么地方 你让我到湖北湖南去可以煮食会 可以煮食会的时候 我去了就吃不惯 天天吃辣椒 这两年去好多了 全国各地的菜都有了 天天吃辣椒 吃得我胃口全倒光了 当然他们是非常热情 非常热情 上了一盘菜 又是辣椒 上了一盘菜又是辣椒 当然这个是十年以前了 吃得我后来是大便都不通畅了 到了武汉一个朋友说 晚上我们李先生 我们晚上我请你到哪吃饭 我说哪里都不去 就在你家里 你给我烧一锅稀饭放白糖 我就这样子吃 他说这样子太不够意思了 我说我真想吃 我说我到宜昌到哪里到哪里 天天吃辣的已经辣的不敢再辣了 结果又回到杭州 深圳的气候 这种我们杭州习惯的饮食 马上就挑起过来 没问题 我手架到了西藏 一路不舒服 又回到杭州 就非常舒服了 我们二十个人去 回到杭州 大家都活龙活泻了 到了那边 一个都病歪歪的 像病猫差不多 你看我 我看你 精神都不太有了 这主要是气候 水土不服的问题 这水土不服 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 那样曹操 不要说他八十万八十三万大军 后来碰到温宇 他就没办法了 退兵了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 从历史学家里研究 车背大战说 东吴打赢了 好像没有发生封关的现象 对不对 哪个人做大官 你打赢了那么大的仗 总应该封关封关嘛 所以历史学家研究说 没有发现他们有封关的现象 可见没有建立很大的功劳 是不是 没有很大的功劳 那就没有打仗 估计小战 小的这错是有的 大战没有了 什么草藤界界 见东风 什么等等 我估计都是后人演绎演出来的 演绎演出来的 那么 人生的短暂 在静安时期 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在静安时期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人 人的思想 所以曹操 你看有时候是上来就 短歌行 对酒 当个人生几何 是不是 上来就提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想着几个事情 建功利业 怎么样子能够对待这个问题 所以古斯斯就说也如此 不管他的思想感情怎么样的复杂 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人生意识 人生无常的感叹 大又唯恐不极的忧虑 以及在这种忧虑下所表现出来的 皆是行乐的人生观 所有这些都是生意世人正当社会大动乱的前线 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产生矛盾 苦闷的反应 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根源 主要在一股斯斯就说 与父民歌的作者身份不同 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 为了寻求出路 不得不远离假想 如幻在外 以求一观伴者 他们长期在外面 与家人的离别 彼此之间容易产生双离怨彼此情 正是这种感情在东汉末年的政治社会当中 它是一个真实的反应 那么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呢 更是封肩统治阶级走向摩洛斯基的一种反应 摩洛斯基的一种反应 我们看看古四十九首好不好 古四十九首 醒醒 重醒醒 醒醒就走 走啊走 走啊走 重醒醒 再走啊走 走啊走 走到九月九 是吧 我们一首歌就是走啊走 走啊走 走到九月九 走啊 是不是 我们今天很方便 高速公路 火车 飞机 古人走啊 古人大部分走啊 我是浙江温岭人啊 泰州人 泰州我现在回去都是山洞 我们到大学的时候 这个汽车是误上山又下山 上山下山 晕头晕脑 经常晕车啊 我就想想 那个时候已经很好了 如果在古代的话 你骑了一匹马或者坐了个船 或者走路出来 那种那种橘子们真的是很辛苦的 走到北京考试 是吧 像你们如果要考试 考状元到北京去考 走啊 一路走 真的走啊走 走啊走 走到九月九 有时候路上 有时候走 走半年一年 几个月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看看 这些是第一首《行星重行星》 行星重行星 欲君生逼里 乡区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足窃查 惠灭安可之 虎马一北风 云鸟朝南子 乡去日一远 一带日一换 佛云必白日 游自不顾返 诗君令人扰 岁月或一晚 弃卷佛佛道 努力加惨犯 大家一懂 大家就感觉到我上次课给大家讲的 汉月腑有点不同 大家有没有体会出其中的不同 它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抒情的成分大量增加 汉月腑的特点往往的叙事 汉月腑啊 它叙事的成分特别浓 古斯社旧所达抒情的成分特别浓 上来就是行星重行行 走啊走 走啊走 欲君生逼里 这篇四个看起来是用一个女子的身份写的 无论作者是女子还是男子我们不管 它是用女子的口纹来写的 《想去万语里各在天一牙》 道路走窃朝 会灭安可子 道路各得很远 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很难说了 下面这个对子用得非常好 虎马依北风鱼鸟朝男子 大家看看这个对子用得好啊 虎马就是北风的马 蒙古马 蒙古马呢它喜欢北风 依北风它向着北风 虎马到了南方以后啊 它仍然依恋北风 它也不习惯南方的潮湿气候 但它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不习惯 鱼鸟朝男子 南方的鸟飞到北方去了以后 啊 约就是南方的岳主 南方的岳主 我们南方有岳主啊 浙江就号称岳啊 大家看福建是什么 明月 广东叫什么 声音一样的 声音也是这个岳 广西是什么 北岳主 北岳 北岳 最下南 越南 越南的南方叫南岳 是不是啊 南方就是岳啊 岳就是下朝大禹的后代 翻演而成的 这个也引发而成的 你想我们岳跟吴啊 那个是势不两立的对头 吴是济姓过 济姓 岳是这个姓 岳是这个姓 我们这大一个副校长就姓姓这个姓 估计也是大禹的后代 可以的 我们可以这种推断 所以你看呢 济姓过强盛以后 他一步一步的往南迁 浙江这边岳 再往敏岳 再往北岳 江西南部也是北岳 再往南 他这个字变了一下 用这个字了 但声音还是岳 大家看看还是岳 后来再到南方去越南 南岳 西宫那边变成南岳了 都是岳 有没有这个推断 我的推断有没有合理性 都给大家参考 他去越 鱼鱼朝南寺 就是南方的鸟 到了北方以后 它始终在朝南的枝条上面做窝 为什么 北方太冷了 北风太冷 所以它又在朝南的窝上做窝 所以鱼鱼北飞以后 仍然都朝于南向的树枝 这两句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情耿受 他们也不枉互相 暗示握上友情 何况于人呢 这里面是想着 我的丈夫 我的男朋友 我的丈夫 你到了北方以外地以后 你要回来 想去日以远 以待日以换 这是讲自己了 也可以讲对方 我们相隔的时间 越来越长 我的衣袋 越来越宽 大家衣袋宽的就是什么 人变瘦了 是不是啊 我们以前有个词叫 沈腰 潘兵 潘兵就是用功以后 潘月美男子 但头发很早就白了 沈腰就是沈月 沈月的腰是越来越细 他说我每天皮带都要往里面伸进来 为什么 他很用功 很用功 沈月写四个他的一代词中 沈月做送书 他几年时间就写了一部送书 二十四四当中送书是他做的 我记得是他做的什么意思呢 潘月也有成果 他把它收进来了 他做的很用功啊 无论如何他很用功啊 他给朋友写信 我的裤袋他说 经常往里面说 说很用功 很用功 相去日以远一代日以换 我天天的思念 思念了以后 他们呢也不回来 也不回来 为什么我的丈夫不回来了 他想象佛云必白日 游子不顾返 天上的佛云呢 周住了太阳 游子呢 他呢不愿意回来 顾不上回来 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叫 《路边的野花不要承》 他想想是不是我的丈夫才承路边的野花 所以他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所以这首诗歌给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死君》 《临人老》 《岁月或已晚》 《弃卷复复到》 《努力家产饭》 《死君》 《我想你的话》 《我是》 《真的是》 《令人很老》 《岁月过得很快》 《最后一句话》 《算了算了》 《弃卷复复到》 《算了吧》 《努力家产饭》 《家产饭》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来什么意思啊》 《汉代的》 《作后语》 《就是希望大家勉励》 《算了吧》 《以前的事情都不说了》 《大家互相保重身体吧》 《努力家产饭》 大家看看下面这句话 这首是《今日良烟会》 《今日良烟会》 《今日良烟会》 《欢乐难聚成》 《谈争奉一响心声要了神》 《令得唱高言是却听其真》 《其心同所愿含以俱为生》 《人生既一世》 《严惑如标成》 《何不拆高壮》 《献距要入金》 《无为守贫鉴坎坷坷长苦行》 《这首诗是一首奋事极锁 《赶可自奉的死》 《今日良烟会》 《欢乐难聚成》 《今天我们举行那么大的一个烟会》 《真是高兴啊大家》 《欢乐难聚成》 《大家呢》 《这个欢乐的程度》 《没办法讲清楚》 《今天大家来请大家来吃饭》 《饭炒卡拉OK》 《这些亲批美女陪你跳舞》 《都快活》 《美酒》 《美女》 《宴会》 《吃得很好》 《欢乐难聚成》 《这高兴的程度》 《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谈整奋一响,心声妙落成》 《乐器弹奏起来》 这个声音传得很远 《心声》 《美妙的歌声》 这是进入了人的精神世界 《令得唱高岩》 就是那种弦走 就是唱歌走 唱出了很美妙的声音 那么听曲的人 也听得出歌曲当中的真实的那种意志 《其心同属愿含以俱为生》 这句话说呢 大家的心里都是相同的 大家所想的也都差不多 差不多 《人生既一世,炎祸如标成》 人生每个人到世界上来 大家都是过了一辈子 无论你一百岁 无论你三十岁 无论你十岁 都是一辈子 人生到世界上来 寄托在世界上过一辈子 这里用那个寄字 可见他们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证 没有自主感 寄 《炎祸如标成》 《炎祸》这是个同意反义复词 《炎》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时间很长叫炎 《炎祸》就是很快 当然这里面的意思 就是一个字 取它一个字的意思 反义复词嘛 取它一个字的意思 就是《炎祸》 时间过得真快 就像一阵风吹起的灰尘一样 一会儿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 何不插高座 先去《炎祸》 你为什么不派自己的好的学生上去 先占据重要的位置呢 先占据重要的位置呢 这句话很有意思啊 何不插高座先去《炎祸》 你为什么不派出自己最好的学生 《炎祸》当然实际上就骑马了 你为什么不骑马去先去 先去占领一个很好的位置啊 是不是啊 你边打快马 先去占领好的位置啊 后来引申开了 就是说 何不插高座高座 也是好的学生嘛 你去占占领这个好的位置 也可以 这引申意 无畏受贫鉴 看扣长苦心 你假如站不到好的位置的话 那你一辈子只好守着贫鉴 堪堪苛的 过那种非常辛苦的日子 辛苦的日子 这是一首愤世极锁的话 这些人呢 这首诗歌是写一首愤世极锁 敢给自己讽刺自己的一首诗 开头写因为听去动心 接着发表感想 人生短错 富贵可乐 何必 长手苦心 涌出贫穷 这些词即让赶分自嘲此词啊 凡语中寄错的这种愤世的一种感情 他写的东西都是自己达不到的 何不才高兆限制药露精 因为他占不到这个药露精 所以他只好守着贫鉴 知好坎坷 知好苦心 知好苦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